將白色的上衣換成藍色的制服 今年在寶和島 有110位新生成為慈濟助學生 今年要畢業的助學生 也特地上台鼓勵大家 要把握機會翻轉人生 貧困家庭的學子想要繼續升學 只能夠靠自己打工 多了慈濟的相助 可以更用心在課業上 這對許多人來說是美夢成真 此情茶會活動 助學生的心意的分享 也最能夠激勵人心 教育是未來的希望 在改變命運的同時 也在他們心中種下善的因緣 当然新闻米学尔 雅臂美 菲律宾报道 再见